主料,牛肉200克,洋葱一个,辅料,黑胡椒粉,料酒,酱油,糖,盐,淀粉,油,蚝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牛肉切丝或切片后,用料酒,酱油,黑胡椒粉,少许糖,垫着可食用油抓匀,腌制30分钟,洋葱切丝备用,调碗汁,料酒,酱油, 黑胡椒粉,糖,盐,蚝油,淀粉,少许精水,锅中放稍多的油,四,五成热食放入腌好的牛肉,用款式迅速化散,稍微点色后,盛出备用,锅中留少许底油,放入洋葱丝炒至少透明,倒入牛肉,快炒半分钟,淋入碗汁,迅速翻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 一,如果觉得牛肉不够嫩,可以在腌肉时加少许小苏打,可以起到一定的嫩肉效果,千万不要加多,二全程保持大火快炒,这样牛肉才嫩 三,洋葱不要切得太细,这样才有清脆的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